三星 Note 10 Plus 國行上市的時候 我看了一下它的售價 八錢 差一塊 隨機 我們那一幕到底是買莫奈彩還是密斯白展開激烈討論 由於討論過於投入 每兩天 iPhone 11 上市 然後 華為 Mate 30 上市了 再然後 我慶 那段時間可真是環環相扣 擱得有理有據 做媒體嘛 畢竟還是要講究一下最熱點 所以結合三星的市場佔有率 以及 Note 10 Plus 的關注度 順便也估計了一下這期節目 能賣出多少張 Note 10 Plus 的 UV 鋼化膜 這膜貼好的效果 很好 就是很能貼 要多賣幾張 我這暗示不明顯吧 綜合考慮後 這節目就往後挪了一下位置 各位看官多多寶寒 責任推卸完了 開拆吧 第一步 關機後取出卡托 卡托在機身的頂部 塑料加金屬的材質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還是一貫堅持三選二的設計 為了這外置存儲 也是犧牲了不少的內部空間 我最近一次買存儲卡給手機破龍已經是15 年前的記憶了 當時給我的諾基亞7610買了一張 128 兆的存儲卡 對了 由於這是一支帶筆的記憶 第一步還沒完 下方的 S Pen 索性的一塊去了 和上代一樣不計體位隨便盲插 但是要注意速度和力度 Note 5 之前是不可以盲插的 當年有插反經歷的朋友 要不發個彈幕讓大家開心一下 第二步拆卸後蓋 三寶寶結構 90 攝氏度加熱後蓋三分鐘 用吸盤拉開一條縫隙 配合拆機片和熱風槍即可分離後蓋 後蓋除了四周的粘膠外 還設置了兩大塊雙面膠防露餅 上方有兩片散熱膜 四攝和紅外閃光燈開孔都被同一個金屬鍵保護 第三步拆卸主板 來看主體部分採用的是三段式結構 整體觀感基本延續了三星自由的風格 美觀度介於蘋果和華為之間 無線充電模塊和NFC天線的集成在同一個組件上 左側就是 S-Pen 區域 如果不要這支筆 5000mAh 電池 脫脫的 你們願意嗎? 主板蓋板分上下兩塊 上方為塑料 下方為金屬 卸下9 顆十字螺絲 先取出塑料蓋板 背面有聽筒和主板的連接觸點 沒有 BTB 的保護措施 撕開下方的貼紙 拉起金屬蓋板 先挑開電池的 BTB 斷電 再挑開無線充電模塊的 BTB 即可取出 蓋板背面和無線充電模塊區域都有散熱膜覆蓋 依次挑開天線 主 FPC 屏幕 S-Pen 模塊 前攝 側鍵和超聲波指紋的 BTB 取出前攝 前攝為 1000 萬像素的廣角鏡頭 隨後我們來取出主板 後攝有三個 BTB 挑開後發現主攝和長焦是通過一個 BTB 連接 剩餘的兩個對應的是廣角和 TOF 模塊 主攝和長焦都有 OIS 光學防抖 詳細參數請看圖 來看主板 這回三星也採用類似 iPhone 的雙層主板 閃光燈 兩個麥克風和感應組線都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座子沒有防護措施 上方裸露的這顆芯片為 Wi-Fi 藍牙模塊 背面這屏蔽罩上的散熱模塊 看上去就很紮實 撕開後可以看到表面是散熱硅膠 往下一層是散熱銅箔和石墨散熱膜 芯片區域還有硅脂和散熱凝膠 SOC ROM 和 X50 基帶均有覆蓋 再配合之前蓋板上的散熱膜和中框上大塊的均熱板 至少從用料上看 比 iPhone 靠譜多了 至於實際體驗嘛 Note 10 Plus 果然料沒有白對 貼錯了貼錯了 Note 10 Plus 的這料看來是白對了 聽筒集成了揚聲器 看硬件尺寸也沒變小 頂部邊框內側可以看到四個天線觸點 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看到一根同軸線 第四步拆卸副板部分 先卸下表面的五顆螺絲 取出喇叭 Box 音腔的尺寸大家看圖 卸下側邊的兩顆螺絲 挑開天線的 BTB 取出天線 這個部件就是高通的毫米波天線模塊 毫米波不明思議就是 波長為毫米級別的射頻信號 頻率在 24 GHz 到 100 GHz 毫米的好處是波數窄 這樣即使部署密集的基站 也不會彼此受到干擾 還一舉解決了毫米波 不適合遠距離傳輸 和穿透能力弱的缺點 其次就是最大帶寬的為 400 MHz 是 4G 的 4 倍 相應的數據傳輸速率 快了 10 倍甚至更多 那麼以目前的基站建設進度 三星和華為一樣 都把運營商遠遠的甩到了後頭 一舉打破了早買早享受的購物體驗 而且三星更有意思的是在機身左上方 還空了一塊可以放置此模塊的區域 這戰略級別的結構設計 我個人估計是怕豬隊友運營商拖後腿 萬一基站不夠 那就天線來湊 從目前的內部情況來看 Node 10 Plus 應該也採用了和 iPhone 一樣的 LCP 天線材料 區別於像華為那樣傳統的同軸線 LCP 損耗更低 空間占用率也更低 更適合即將到來的無機手機 挑開主 FPC 的 BTB 卸下三顆固定副板的螺絲後即可取出 充電口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來看這顆接近正方形的 X 軸線型馬達 看尺寸和小米 9 Pro 的差不多 回頭我拆了對比一下 下方可以看到自家的觸控芯片 超聲波指紋的排線一直延伸到了機身的右上方 Note 10 Plus 的指紋磨塊面積 叫 S10 系列 是要大一圈的 實際體驗 不論是識別速度還是識別率 尤其是貼了 UV 鋼化膜後的識別率 大幅提升 我都這麼明顯的暗示了 還不趕緊點開淘寶 App 啊 嗓嘛 S Pen 區域表面有一層塑料蓋板 用拆機片切開粘膠即可取出 粘膠還起到了一定的防塵防水的作用 頂部的模塊可以給 S Pen 無線充電 以及換筆後與手機匹配的功能 頂部還有一個固定的硅膠類的東西 筆插入後即可卡住 電池還是四面圍塵 沒有快拆口設計 容量為 4300mAh 越難製造 整機有一種共 19 顆螺絲 整機的結構設計高度模塊化 不拆屏幕的前提下 拆卸和安裝並不難 可惜 一般碎的都是屏幕 記憶 letters 入閂友 aged165分鐘 拆卸了 激行回答 冇構塞 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星還是我們熟悉的那個三星 這個定價基本就是真不過蘋果 氣不過華為 這幾年盡心盡力的將高端安卓手機市場拱手讓給了華為 反正屏幕和內存都挺掙錢的 現在還開始搶大法的相機市場 做手機真的就是交個朋友 不打錢 這台 Note 10 Plus 我們不做想測了 原因呢 這機實在是沒什麼話題點 基本就是 S10 系列的全面升級版 順手再送支筆 想測就留給 All 該不對 Galaxy Fold 這折疊屏不一定拆了 即便要拆也要等到測完了再拆 有幾位同行已經拆過了 都成仙鏈了 而且這玩意還賣不了鋼化膜和草 本都回不來 注意 我這是最後一次明確的暗示 好了 本期節目就到這裡 我是樓斌 我們下期想拆再見 今天